先说结论 来自Acebeam的L352代 是在2023年年尾的这个阶段 我个人非常满意的一款透镜手电 在我们马上会到来的 流明实验室2023年度视频里面 它也很有可能会被评选为 今年的最佳透镜手电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透镜的应用分很多种 有的透镜是为了达成极致的泛光 有的则是为了进行均匀的铺光 但是对于远距离照明来说 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 在常规的光碑远射型手电当中 脚下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 简单点来说就是出光的那一部分 当你照向前方的时候 与自己的脚下始终是有一段距离的 并且这段距离随着手电射程的变长 光碑的变深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这段距离中 几乎是完全纯黑的状态 这在实际的使用当中还是比较难受的 但是大单体的TIR透镜 可以非常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L35的夜间实际表现 可以显著的看到L35 除了在拥有5000流明的最高亮度 以及650米的远射距离以外 脚下有一个非常柔和的泛光区域 一直延伸到几乎就是脚趾头前面一点点的距离 这样在实际使用中其实是相当友好的 也就是说你同时具备对远处物体的搜索能力 同时自己的近处也是一个被有效照亮的状态 这就是TIR透镜非常大的优势 对于L35来说 在今年推出的所有TIR透镜远射手电里面 它算是光碑设计匹配比较好的手电筒之一了 这时候我猜就有朋友会说 你每次上来都说最好最好 这次我们就拿一个某品牌的同样是大单体TIR透镜 但是透镜配合的一塌糊涂的例子来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某品牌的某手电其实远射还是挺不错的 光斑还行 但是会有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圈圈 非常影响日常的使用 这就是匹配出了问题的直接后果 说到光色 这次L352代作为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手电 理所应当的用了一个比较新的灯珠 那就是来自Kurie的XHP70.3HI的灯珠 这是一种由官方去果冻的灯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头灯珠 可以达成更好的远距离照射效果 同时这颗灯珠的光色是比较正的 虽然说由于是透镜手电 所以L35的各档位出光 在边缘不可避免的有一定偏色 但是在主核心光斑上的光色表现是非常正的 我觉得在日常的使用中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在整体外观上 L352代跟它的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容纳这颗超大的透镜 所以头部设计会相当比较大一点 但是后部很快的有一个收腰的设计 使得整体握持的部分是相当可控的 我们手上这个是绿色的版本 当然Acebeam也提供了比较经典的黑色 供大家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L35做的是一个不锈钢的工具头 在更有质感的同时 Acebeam官方宣称 紧急情况下 这个不锈钢工具头是可以用来破窗和防卫的 我们非常想实际验证一下 可是不晓得是我们手上的所有钢化玻璃 在此之前已经全部用完了 但是请放心 等我们最新买的钢化玻璃到了之后 会帮大家来进行测试 然后以动态的形式告诉大家 L35到底能不能破窗 在操作方面 L35这次其实做得非常好 它是一套日常和战术分开的逻辑 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一颗侧边开关 而且它跟统身平面是齐平的 非常不易误触 增加了一份安全性 它所掌管的就是日常逻辑 和绝大多数的侧暗手帘一样 单击打开关闭 长按进行换挡 然后双击极量三击暴闪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尾部的这一颗正向战术开关 它掌管的就是战术逻辑 其实说战术逻辑 战术逻辑更多的只是一个噱头 说简单点就是你按下去之后 立即会进入手电筒的最亮状态 不管什么情况下 只要一按就直接激发5000流明的极量档位 不管你在此之前是关闭状态 或者是由侧边开关打开的状态 所以说这一点对于日常的一些使用 比如说你正在使用一个低量来进行铺路照明 这时候你突然需要使用最强的亮度来进行压制 这时候你直接按后部的这个按键就可以了 一键直达极量 所以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L35整机的指示灯系统位于按键的一侧 这个指示灯的亮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们看起来虽然可能略有偏心 但是不影响指示效果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颗长亮的指示灯 我个人一直是比较喜欢这种长亮指示灯的 也就是说在你开启L35后 它会一直保持亮起 持续监测当前的电池电压 持续的进行电量提醒 电量提醒的逻辑就是常规的四段式 非常直观 在整机重量上L35我们实测只有249.3克 基本上就跟大家的手机带壳后的重量差不多了 总体还是一个轻量化的设计 不过其实细节做的还是OK的 包括后部的战术环 便让大家进行一些战术姿势的握持 不过对于实际使用来说 更重要的是在你握持使用的时候 L35不会轻易的滑动 后部的这三个立脚 我们实测也是完全支持倒立的 非常便于日常的使用 在配件方面值得讲讲的是 这次L35二代 大家购买的时候会附赠一个保护套 让大家在日常鞋型的时候可以正向放置 这个鞋型装具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采用的是一颗Acebeam自家带有C口直冲的L710电池 整体的电量是5100mAh 我们实测从完全没电到完全充满 所用的时间大概是在2小时30分钟左右 这个充电速度是非常快的 比一般的平均水平领先约一个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测试条件是 我们会把这个电池压榨到整个手电完全无法开机 再来进行充电测试 像样大家一般不会用到这个电量 所以说大家日常的充电时间还会再缩短 所以在回血这方面是非常OK的 在降短方面 L35的表现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我们在26摄氏度无风设计打开它的5000流明最高档位 实测大概在一分钟左右降挡至1800流明 随后一直保持1800流明 直至一小时降挡测试结束 除此以外 其他各档位的续航表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800流明的这个保持量度是非常高的 在此之前 我们测试的同体级的手电往往只有800到900多流明 这次L35是直接翻倍 不过这么激进的保持量度带来也是相对较高的发热 我们实测桶头的最高温度会达到50度左右 同时也有46度的温度 当然这其实就是在更好的发热控制 和更好的亮度表现之间做取舍 毕竟物理法则没人可以打破 如果大家不想要这么高的发热 降低亮度使用即可 总的来说 我个人觉得L35二代是一款几乎挑不出缺点的一个手电 如果你正好需要一个中远距离的远射 同时也能接受L35前部的头部大小 我觉得它可能是目前的最优解 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关注卢明实验室 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照明工具 测评内容 您的支持就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属于光明和黑暗 我们马上再见